人人有知识生活好本事 欢迎收看生活知识家PLUS 欢迎朋友大家好 我是怡婷 又到了分享生活资讯的时候 在节目一开始 怡婷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 就是我曾经九蹲 然后一站起来要走路的时候 就发现我的膝盖好痛 然后一走路就啪啪啪啪啪的 就非常的不舒服 赶快上网Google 到底要看复健科还是骨科 但是大家众说纷纭 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 所以到底要找骨科还是复健科呢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雅大副医 复健科的主任赵明哲医师 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 复健科的相关资讯 医师好 你好 然后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雅大副医的赵明哲医师 是主任就像我刚刚那个问题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到底这个关节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肩颈的一个痛的部分 到底是要找复健科还是骨科 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复健科大概是负责哪些范畴呢 复健科复健的范围的话 其实非常的大 那其实从小到大的话都是有复健科的治疗的话需要处置这样子 那从小的 早产的来讲的话 它可能就是因为神经肌肉不协调不成熟的部分的话 那就需要神经科医师 还有这个复健科的医师的介入这样子 等到他成长大了之后的话 有一些的话在小学阶段的话有时候会有一些过动的问题 甚至有一些是有自闭的问题 这些的情况的话也是复健科能够介入开立这些物理职能语言治疗 甚至一些心理治疗的介入 那长大了的话可能会打球啊 有一些运动伤害的话 可能的话就是 复健科的医师的话也可以做处理 那长得更大的话 我们会慢慢的话会有一些膝盖的问题 那这些的话也是复健科的医师的话 可以帮各位做一些鉴别诊断 然后适当的处置 然后适当的治疗 最重要的话我们有很大一部分的话 是带给民众很完全很整套的一个卫教 那能够让病患的话 在下一次还没有发生之前的话就能够避免 等到年纪更大了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中风 有一些外伤 这些在术后的话 都需要复健科的介入 让病患早日回复独立的生活 那就是术健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成人的话 它代表可能是一个家庭 或者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自助 那我们把它的状况处理好的话 能够让更多人的话 生活获得独立这样子 到了年纪的话更长的话 长期招呼的话本来就是 就是福建科医师非常非常关注你的问题 也是现在我们台湾国家社会的话 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老人家的话是健健康康的 然后活到最后一刻 不是在床上的话挨过最后一分钟 所以这个都是福建科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跟我们的一个使命 今天经过了医师的介绍之后 我整个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因为过去怡婷的认知会觉得说 福建科好像就是给老人家在看的 因为老人家比较会有一些退化 关节退化 或是一些内脏退化的问题 才来看福建科 原来今天福建科 还包含的一个业务这么的多 从小朋友到年轻人到 这个妇女也有 然后再到老人家 整个其实很多问题都可以来找福建科 像是您刚刚提到神经系统的部分 然后还有一些肌肉啊关节 其实都归我们福建科这边来处理 是的 OK那有一个问题要问医师了 最常遇到病患来求诊的 大概都会是哪一些的疾病呢 有大部分来讲我们可以分成 有关于骨科方面的 也就是肌肉酸痛 或者是说不管扭伤挫伤 有一些五十肩啊 或者是下背痛的一些情况 那这是跟骨科比较有关系的 那有一部分的话 是跟神经科比较有关系的 不管是中风啦 或者是脑外伤 有一些是脊椎损伤 这些情况的话 要作为神经方面的附件 来补偿它的肢体无力啊 或者是神经缺损的部分 这方面是属于神经附件的范畴 另外有一大部分就是小朋友 小朋友我们刚刚讲的 不管是早期疗愈 就是发展失环的问题 或者是有一些是脑性麻痹 还有一些感觉痛的问题的话 这些都是前来附件科 求助的一些病患 其实好像刚刚有跟医师聊到 蛮多的民众都是因为下背疼痛 来找医生 所以医师是不是特别针对下背疼痛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引发下背疼痛大概会是哪些病因 下背疼痛很常见 每个人一生应该都有下背疼的经验过 那大家痛的时候第一想说 这边应该就是腰背的肌肉 可能拉伤这样子算痛 对 但是其实很多的情况它不那么单纯 因为我们不是奥运的那些选手 我们没有做很大的那些动作 能够立刻帮他受伤 很多的情况可能是其他像神经压迫 神经压迫大部分有可能是椎间盘的突出 尤其是在30到50岁之间的 我们讲青壮年的部分的话 比较会有椎间盘突出的部分 那等到年纪再更长了 那椎间盘已经退化到一个程度 它就不会再压迫了 那压迫了就变成骨刺 也就是叫椎的退化的关节炎 那它这种骨刺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它比较不会消掉 那另外一个就是年纪更长的话 尤其是妇女的话 它可能在停经之后的话 它会产生骨质疏松 如果是骨质疏松之后的话 它一不小心跌倒咳嗽的话 它可能造成压迫性的骨折 那时候的话因为骨头的话不稳定 所以神经可能会跟着被压到 那会造成下背痛的情况 这几个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是 所以有这些情况的话 就是赶快来求诊嘛 对 那我们医师这边 还会做怎么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呢 通常来讲我们第一个会让病人讲说 你有这些情况会疼痛的话 你当然就不要再让它痛 因为痛都是好的事情 我们觉得痛都是身体在提醒 你要保护自己 所以你要让自己休息 怎么休息呢 就是说比较痛的动作不要做 那有的时候你可以带个背架 或者穿个束缚 这种都是相对休息的方法 那另外来讲的话 可能这样还不够 你还是要上班还是要工作 那可能你就是可能要靠做复健 做复健不是大家想的这么复杂 一定要到医院去 所谓复健的意思是说 你简单的做一个拉筋的动作 它也是叫做做复健 在家也可以 对 甚至在办公室也可以 没有做对 这些就是说你随时想到复健 例如说你去拿一个热服店来 这也就叫做 也算一种复健的 或者是现在有一些市售 有一些电疗的东西 它也是复健 它是所谓物理治疗的部分 就是它用声光热 或者是电这些东西的话 让自己的身体改善 这是做复健 那除了复健之外的话 到医院医师可以再开立药物 药物的话它还针对疼痛的部分 有一些止痛药 或者一些肌肉松弛剂 都是比较常见的使用的药物 如果说使用的药物 都没有办法获得改善 做复健也都没有办法更好的话 那就变成说我们可以 询问一下外科医师的意见 看有没有需要到手术这一部分 是OK 这个方式有非常的多种 让民众来做个参考 那医师我们常常讲 当然疼痛了就赶快来找医师 但是我们当然还是要做到 预防保健这一块 其实是最重要的 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保健 那你慢慢的等到运动的时候 或是说退化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发生这样的症状 在保健这一块 是不是也跟民众做个提醒 就是背部 基本上它是用来挺直的 不是用来弯的 所以我们尽可能还是保持 不管我们坐着 然后站着 都还是让你的腰椎保持直挺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你不要同时维持一个姿势太久 这样才不会让你为了维持 你那个姿势的肌肉的话疲劳的话 它就会其他地方就会带场 就会受伤 这个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跟医师有跟我开一个小玩笑 就是说 因为我们今天坐的椅子是可以旋转的 他说他可能会这样稍微动一下动一下 他说其实这样是对身体很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不要让肌肉一直固定在同一个姿势 这样反而很容易受伤 那其他在办公室的时候也是一样 椅子稍微动一动扭一扭 这样身体稍微舒缓一下 都是一种保健的方法 没错 OK 刚刚提到的是下背痛的一个部分 还有大家应该也很常听到 甚至自己都有遇到的 那就是我的手押不起来 就是午时间的部分 对不对 好下一半节目就要来跟大家聊聊午时间 休息一下稍微回来